我們這次來文革華是有這個樂遊人 提供我們這幾天的保車服務 我覺得旅遊要這樣真的就很方便 就是你會今天跟他說你想要去哪一些點 那這些點其實你又可以自己調配說 你哪一些點想要待久一點 哪一些點其實晚一點 是 自由行的最大好處就在於這裡 因為我們所有的行程沒來過 不知道哪裡自己喜歡 哪裡不喜歡 每個人的愛好不一樣嘛 如果到這邊自己喜歡時間長一點 不喜歡馬上就走換下一個景點 這就是自由行的好處嘛 沒錯 那會玩得比較開心 比較符合自己的胃口 對 而且也不用擔心語言不同的問題 我覺得這也很重要 對啊 因為我們是華人的導遊 所以說就是直接用中文溝通非常保留 OK 他可以直接真心推薦跟建議 沒錯 如果說你來加拿大的旅遊的話 真的可以考慮樂遊人 這種 這種 這種自助行或自駕遊的行程 沒錯 可以吃你吧 紅牌的龍 I'm the mother of the dragons you're the dragon 我ена將在哪邊 Jakery Rice 今天我們邀請到Jo 跟我們再更詳細的介紹一下 樂友人具體到底做哪些 還有他的創立的目標 跟他的為什麼創立 我們想要提供給遊客 比較不一樣的玩法 新的旅遊型態 像是他們可以自駕出去玩 那自駕的話 像你如果看到漂亮的風景 你隨時都可以停下來 那他可以體驗到更深刻的在地的話 有在地的角度去推薦 客人不同的餐廳啊景點 那你能夠雖然來到很遠的地方 可是你能夠比較輕鬆的方式 獲得很充足的思緒 我是遊客 我時間有限 然後我只有這樣的時間內 你會推薦我一定要 你在加拿大 這個真的可怕 自駕是我們比較擅長的部分 那自駕我們現在有阿拉斯加 跟福巴哈瓦那 跟我們接下來會一條線到北極 然後這滿特別的 我們會直接開去那邊 就自駕開過去 現在不只是到北極圈 還要直接到北極去 對 好可愛 這個羊很像穿那個嬰兒裝 喵 原來不是喵 喵 喵 那你學這個 喵 那大象 那象是 喵 是這樣嗎 喵 都是 狐狸怎麼叫 這是狐狸嗎 我覺得像鹿巴 那是鹿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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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決定要買這兩隻 那不是很可愛 為什麼你叫狼 欸 欸 欸 我們有偷偷分享過 因為這個 有點鹿巴 有點鹿巴 是某種情況是狼的意思嗎 對 對 因為我那時候的表情像一隻小狼 所以牠就叫我小狼 所以小狼是牠開始叫我起的 沒錯 牠給我取的 喵 好可愛喔 你也可以選一樣自願餅 尤其是你的了 所以比較會花錢 我啊 蛤 亂入 這個給你 不要不要不要 我LV錢包是我前女友送的 前女友是我 因為本人現在是人氣 哈哈 我差點以為拍到什麼動作 不要這麼緊張 他嚇死大家 狼 是狗吧 是狗吧 狼啦 欸喂 好可愛喔 我喜歡這個西瓜 好厚喔 我喜歡這個西瓜 他不想拍我 好可愛喔 在旅途當中 最重要的是什麼 網路 那今天我們剛好有 Jefy提供的 行動網路分享機 我們來看看牠有什麼功能 首先最重要就是牠的 網路碼 我們剛有測試過 牠其實網速是算蠻快的 那牠還有一個重要的功能 就是即時翻譯 牠這邊有一個即時翻譯 點進去 然後 我現在要來測試看看 這邊最好吃的餐廳在哪裡 還不錯吧 蠻準的耶 這個翻譯很精準 我想要請問一下 洗手間在哪裡 這樣子的話 我其實英文不用太好 對啊 去旅行的話 就不用煩惱網路 也不用煩惱語言問題 只要這個機子 然後它也不大耶 我這幾天都是直接放在口袋 然後我也不用另外再買網卡 不用在那邊拆SIM卡 就只要用它 然後它就可以連Wi-Fi 我真的覺得還蠻好用的 誠心的推薦大家 可以JetFi 之後出國的時候 可以看到JetFi的話 你可以來接一台 它可以分兼網路分享器 還有翻譯機的功能 而且它是即時翻譯喔 十八好像在焦 可以在焦了 十三還沒調回來 高計都一樣 就還好 對 我們有一個大分數 進去 是 孤立 攻略